大家好,我是陈翔老师,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个最可怕的一种面试的形式 叫做多对一的组面 组面是什么呢?在英文里叫Panel Interview 就是三个以上的业务主管同时面试一个人 那你面试官可能包括比如人事经理、直接主管、技术负责人、总监、甚至是副总裁 那么这种多对一它比这种一对一或者是多对多 那当然是更可怕了,对吧? 所有的这个火力都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 那我就看到过被我面试的人当时被面哭了的 我当时还觉得很内惊,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给他特别刁钻的问题 而是当时这个气场真是让人觉得压力特别大 组面当然对公司来讲你成本也很高,对吧? 你这么多人为了一个人这一次面试 那么它一般的都是要到你面试的最后一个阶段 你面对的是所有的这些决策人 所以这个它也是你胜利之前的这么最后一步,对吧? 那么也是最后的PK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确实不能没有准备 那么我今天就想讲一下 什么样的公司,对吧? 它用这样的面试形式,就是Pinal Discussion 那一般是什么样的职位,是问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面试当中这些主管面试官想得到的是什么 那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讲讲要避免的那两个大坑 我该怎么私信呢?只需要简单的两步 第一步点视频下方程康说明的头像 第二步点主页头像旁边私信按键 那今天呢,我就也结合我以前当面试官参加组面的这些经验 给大家讲讲美国的大公司的这样的面试形式 好的,讲之前呢,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程康说明伟这个频道,请点一下订阅 那么还要点开这小铃铛 这样以后每次一更新,你就能够被通知到 那什么样的公司喜欢用这样的面试形式呢? 那一般这种组面的公司,它规模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或者是传统行业的,招人的特别小心的 那么当然呢,也是不会招特别多的人的 那岗位呢,也是需要综合能力的 因为组面呢,对决策呢,相对比较容易 所有的面试官呢,都是在同时呢 接受到所有的这些信息 那么组面当然是压力大,对吧 那么压力测试呢,有的时候也是组面的一个目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往往能够测试出来呢 这个被面试者,它的真正的一些能力 组面,比如同时出动的这些主管多 那成本也很高 所以采用这种形式的这些公司啊 那一般的都是已经在挣钱了的 那财务状况也比较好 很少的这些小公司呢,采用这种组面的形式 对吧,面试一个人 所有的一页公司的人都甭按活了 都来面试这个人,很少这样的 而且费这么大劲 这些公司通过组面招来的人呢 那么他也会期待呢 新人呢,在这公司呢,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相对这个工作呢,应该会比较稳定 那如果比如有些这种急速扩张的公司 比如说像这种技术新宠啊 像Facebook、Amazon啊 他一下一年要招八九千人,一万人 那么呢,这样他一般的不会花这么大精力 就会填满这一个岗位 如果呢,你并不确定自己所面对的这个面试的这些形式啊 流程啊,其实呢,你可以在被通知的时候呢 你可以问一下公司的这个HR人士 那他一般都会告诉你的 比如像我原来所在的公司吧 那我们有正式的那种组面的情况呢 我们的HR还一般会把我们常问的一些组面的这些问题呢 事先发给这个面试人 我们也怕吓着这些面试人 对吧,那引起冷场,对大家都不好 那下面我讲一般什么样的职位 采取这种Panel Interview组面的形式呢 简单来讲呢,就是重要而且复杂的这样的岗位 有的岗位啊,它确实是比较需要综合的能力 这样就需要面试呢 它有这种跨专业的这样的能力 比如说啊,像核能加上机械这样的岗位 或者呢,像数据科学加上药品开发这样的岗位 那你不仅呢,要有技术能力 对吧,你还要有严格的那种合规合法的要求 你还有很好的沟通的能力 那比如我原来所在的这个公司吧 是美国核电行业的老大了,能源公司 那这个行业呢,当然是大家听起来就特别的复杂 那我们所做的项目呢,基本上呢 当然都是要遵守美国核安全局的这些质量标准 那不能呢,就像这些新兴的一些 比如互联网公司啊 比如像谷歌似的,做了个功能啊 就赶紧交付,先投放一批用户 如果出了错再改 那美国你像石油啊,航天啊 制药啊,能源啊,这些医疗行业 他都受到严格的这样监管 即使呢,在这样的公司呢 你只做一个技术人员 那你也要熟悉这个制度 也要有很好的这种沟通能力 这个些呢,并非就在成绩单上 简历上就能看得出来的 好,那么如果你了解了 这些公司啊,职位的特点 那么呢,你准备 组面就怎么准备呢 那么了解了公司啊和职位的特点 这样准备这个组面的阵势呢 可能就相对容易一些 其实这个阶段的面试啊 主要呢,就是看这个人如何 他是否符合公司的文化呀 符合行业的要求啊 还有和已有的团队搭不搭 那我当时呢,在能源公司担任 主任工程师的时候呢 就经常参加这样的面试 对吧,那这种面试经常是在一个 正式的一个大会议室里面 对吧,围坐了一圈主管 然后有时候呢,多达五六个人 那面试一个人 那这些主管呢,也都是 中年以上吧,或者老头居多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 是我当时进这个公司 被组面的时候 别人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进去坐在桌子的另一头 而且那个桌子呢,非常的特别 它是玻璃板呀,下面铺的 是核燃料那个燃料棒的那个包窍 那一根成品啊,都是上万块美元的 我一看,哎哟,这个架势简直吓着我了 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 你想啊,这种 一个是这样的架势 这种气场,对吧 一问一答,那就像审判大会一样 对吧,如果学生没有准备呢 可能真是可能得要下着了 那这种组面呢,一般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 如果我们先知道这些组面呢 它的目的啊,那么呢 这就好准备了 一般的组面呢,其实呢 主要是为了解这个面试人 他的行为,就包括他的团队的结合力啊 他的领导力啊,那当然次要也要判断说 哎,这个人能不能在技术上胜任这个工作 那么技术排到第二位,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啊 主要因为到这一步啊 他面试人的简历啊,他的成绩单啊 其实都是已经被审查过了的 那当然了,这个主管他也不能上来就问 说,哎,你这个人的领导能力怎么样啊 对吧,你这样问呢,他太突然 而且呢,你也容易让别人讲的太官范 对吧,所以面试官呢 他一般要了解的这个目的呢 他要揉在问题的里面呢 让面试人他能讲出话来 讲出实际的例子 对吧,比如说呢,有的经理呢 就会问说,哎,你讲一个 你团队当中呢 你克服困难的一个例子 对吧,或者说呢 你遇到特别难缠的队友,怎么办 那我参加这样的 面试啊,当面试官的时候呢 一般呢,还是从比较简单的 这种技术层面的问题 来入手,那逐渐的来 引出后续啊,我想要知道的这些信息 那呢,我在和这些老头们一起面试的 这担任的决策呢 也就是完成这技术面试的 这个主要的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面试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工程公司的 一个软件工程师 然后可能就问说,哎,你讲一下 浮点运算的两个大的特征啊 或者干脆就问点更基础的 就是说,哎,你讲一下两种排序 他的算法是怎么样的 那面试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啊 他往往其实会长出一口气 因为这确实呢,是他大一大二学的内容 这样他有的可讲 那其实呢,我们呢 也当然也很清楚 他能回答这些问题 否则你大学如果白读了吗 但后边呢,我们就会根据面试人 他回答的问题的情况呢 我们可能会继续呢,来追问 他可能在哪一个具体的项目啊 具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考察 这个人呢,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还有些行为的问题 那其他的这些面试官呀 他其实呢,也主要是听面试人来讲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有时候他也会追加问题 那我当时这个面试啊 还是挺厉害的啊 那其实厉害就是说呢 我们能让这个面试人能够展现出来 因为呢,我呢 也一般都是从这个被面试人的角度来考虑 让他们尽量的有的说 从而他能展示自己的才华 那么同时呢 从雇佣经理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面试者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 不仅我的部门的面试请我去 有的其他的兄弟部门的面试 他也请我去 也蛮有意思的 好的,有的面试呢 当时呢,确实很紧张啊 但后来呢,也当了同事 他们还告诉我呢 说他们学校人呢 还会总结我的这个面试基金呢 好,那我最后呢再讲两个问题呢 就是面试呢 这里不要踩的坑 在面试其实啊 你很有可能啊 由于紧张 或有的人他说话就不清楚 你很有可能就遇到 或者没听清啊 或者呢,你干脆就不知道答案的 这样的情况 那你要知道呢 你不懂啊 并不丢脸 因为你面对的这些 都是职场的这些 老主管 老技术专家 对吧 所以呢,你呢 这时候呢 你要稳重 因为有时候啊 这些技术主管呀 他有时候也不太靠谱了 自己很忙 他并没有如何 仔细地准备面试的问题 我有一次就遇到一个主管 对吧 直接就拿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 讨论遇到一个难题 就直接扔出来 问面试人 这问题你看咋解决 那人面试人呢 当时就满脸涂红 就半天都说不出话了 因为这个显然是 非常难的问题嘛 所以呢 这些 你面对这种 理工难的这些 直男面试官 对吧 那么可能呢 他确实会出一些 比较离谱的问题 但是呢 你是来面试 人家的这个职位 所以遇到难题呀 你也可以说 哎呀 我这个方面呢 不了解 也可以说说自己呢 大致的一个解题的思路 但是这里边呢 也不要胡砍 也不要半天说不出话了 对吧 你不知道 你就说不知道 你可以要求说 哎 你问我另外一个问题吧 可以 或者呢 你就讲你 遇到的类似的问题 这样也可以 那其实啊 所有的这些 公司的招人的经历 他都知道 甭管谁 你就算是天才 进到公司呢 你其实公司里边的东西 都要重新来学 所以呢 并没有期待 你是一个 完全懂万事通 对吧 而是在乎呢 你是否 对吧 有思路 有基础 不会胡来 对吧 好 那第二点呢 也很重要啊 就是说呢 你在这样的面试情况啊 你别满身负能量 不要抱怨 那你别面试的时候 就看着公司啊 哪里都不顺眼 专门挑人家 不喜欢听的 这个话来说 我们还真有面试的这个对象啊 当我们介绍我们这个工程的环境 因为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公司的情况嘛 对方还选择我们嘛 然后这位A就直接就说了 哎呀 你们还用这种Fortune啊 还用这种旧的这个技术啊 这个技术太老旧了 然后就打谈什么新技术有多好啊 这些东西 那你说当时我们这几个主管 对吧 互相看着对方 我们当然知道什么新 什么好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有实际的这种工作的这样的环境 对吧 你呢 不能说你一来呢 就比我们这些老人就懂得多 对吧 你是来创造价值的 而且你要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 要在已有的这些环境的基础上创造价值 对吧 那有的公司啊 有的环境行业啊 他确实呢 就只用这保守的技术 所以我总结一下 就虽然这个组面啊 是对面试人的一种折磨 但是呢 我们这些面试官呢 那当然也怕面试人发挥不好 这样我们错过了人才嘛 所以学生呢 你要知道啊 就是你以前在学校里面学的呀 以前的经验 到我们这里呢 你都只是一些基础和借鉴 那你没有能直接就拿出来就用的 那事业呢 其实要在我们这儿重新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摆正心态 能够稳定发挥就好了 那我们这些组面的这些面试官呢 其实啊 就想知道两点 对吧 第一点就是你是否能胜任这个工作 第二点呢 你这人怎么样 所以简单吧 好 那关于Panel Discussion 组面这个形式呢 我讲这么多 我也希望呢 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 能够从容的来处理 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好的水平 然后取得这个工作的offer 然后取得这个工作的offer 好 那今天聊到这儿 如果你对留学美国升学转学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啊 如果有任何问题 那么呢 可以私信我 而且现在呢 是咱们大四啊 还有延二的同学毕业了 我们呢 也特别呢 有一个针对 留学生的服务 叫做实习求职快车道 就是帮助学生呢 能够进入求职的快车道 让你能够找到满意的实习和就业的职位 效能帮助到大家吧 好 那最后感谢大家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经常有家长问 我该怎么私信呢 其实只需要简单的两步 第一步点视频下方程康说明的头像 第二步点主页头像旁边私信按钮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